살려주세요 아이를 가졌어요 살려주세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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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打电话给自己的姐姐 希望姐姐能帮忙报警 可是她的行动都在绅士的监控范围之内 更是由于观看直播的人太多 姐姐还被吃瓜群众加以阻挠 小帅刚回到家之后 突然门铃响起 一个送外卖的小哥上门 并且索要三百万的费用 看来一切都在绅士的计划之内 小帅当然选择了拒绝付款 然而这可彻底惹怒了绅士 随后拿出了蜡烛 铁链 皮鞭等各种道具 在昏暗的灯光下 此时直播间的榜越来越高 全部都想要得到小美的视频 为了小美的视频不被泄露 小帅直接刷出了一百七十万韩元直冲榜一 可是到了最后一秒 却被一个大哥突然偷他 比三百二十万韩元赢得了视频的归属权 此时的小帅已经失去了理智 更是扬言要杀了绅士 但是绅士根本不吃这套 回想自己与女友的甜蜜时光 小帅开始逐渐冷静 他试图和榜一大哥沟通 希望他能将视频的归属权让给自己 可是榜一大哥狮子大开口 想要获得视频就要再付出五百万韩元 并且开始了五分钟倒计时 小帅只能再找朋友借钱 这时门铃声再次响起 好朋友四眼找上了门 小帅想拍下绅士的脸让四眼去报警 可这时绅士竟然拿出了一张照片 小美竟然已经有了身孕 小帅已经没有了选择 只好乖乖地把钱转了过去 榜一大哥也顺利让出了归属权 小帅收到视频之后 直接选择了删除 他让好友四眼赶紧去报警 可是四眼却认为这是个圈套 劝他放弃抓捕罪犯的想法 于是他借用四眼的手机 开始了直播求助 此时门铃声再次响起 竟然来了一个上门服务的包小姐 原来四眼来之前叫了特殊服务 包小姐更是肆无忌惮地 说出了毒品的话题 而这一幕同样也被直播了出去 小帅的人设直接原地崩塌 四眼赶紧把他送了出去 包小姐则是在门外大骂 而直播间里的绅士再次出招 说小美肚子里的孩子 很可能不是小帅的 因为小美半夜里 曾给另一个男人发信息 而那个男人还是小帅的兄弟 小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此时门外再次传来铃声 原来是好心人报警 警察来上门调查 但是小帅想到绅士的威胁 再次选择了退缩 他恳求绅士放掉小美 可是由于小帅的报警行为 绅士决定做出惩罚 随后直播间中出现一个面具人 他抱起小美走向了单见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想而知 绅士更是以更高的价格 开始售卖小美点藏 此时好朋友恰好来到 无处宣泄怒火的小帅 开始对他进行殴打 并且怒骂朋友 竟然会给他戴绿帽子 尽管朋友一直坚持 自己并没睡小美 但是小帅根本不信 甚至要查看朋友的手机 朋友最后忍不住反击大骂 这个行为彻底激怒了小帅 他拿着棒球棍 就对着朋友砸了下去 并且开始不断殴打 直到朋友没了动静 直播间里的绅士 也突然被吓到 这完全就成了一场凶杀案件 而直播间里的 所有观众都是参与者 小帅让绅士把女友送回来 到时候自己会承担所有后果 否则所有人都脱不了关系 听到这话以后 直播间的人气开始骤降 他会给绅士考虑的时间 随后就堵住了 电脑的摄像头 小帅走向身旁的四眼 因为他是此次事件的见证者 他希望到时候 四眼能帮他作证 谁知刚一转身 四眼就拿酒瓶 砸向了他的脑袋 原来他并不想再参与此事 黑色直播这个东西一旦曝光 也同样会给他带来 无穷无尽的困扰 然而就在他低头发泄 对小帅的不满时 刚刚被打死的兄弟 竟突然站了起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 他跟小帅做的局 两人之前发短信沟通 制造一场假的凶杀案 希望能骗过对方救出女友 结果令他们出乎意料的是 四眼竟然如此自私无情 小帅把他按倒在地 对着他就是几拳重击 本来一切应该会有效果的 可是直播间的绅士 却又准备了新节目 小帅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可是突然直播间再次亮起 绅士开始嘲笑小帅的拙劣演技 小帅的脑袋都被雷劈了 自己明明挡住了摄像头 绅士怎么会知道他们在演戏 突然间他恍然大悟 这个房间还有其他的监视器 他开始四处寻找 可是却突然看到了 小美送他的闹钟 而闹钟里正放着一个监视器 眼看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小美也就直接不装了 他直接做了起来 原来刚才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这也不是一场简单的敲诈 而是对小帅等人的惩罚 原来小帅等人 曾经利用网络直播勒索钱财 伤害了很多无辜的女性 其中就包括绅士的妻子 这全部都是小美和绅士做的剧 并让广大群众看到 网络不为人知的一面 小帅几人最终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而观看这场直播的5000人中 却只有一个人报警 有的甚至还沉醉其中 看热闹不嫌是大 为了惩罚那群家害者们 他们通过网络IP找到了每个人 屏幕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网友画面 他们也同样摆脱不了关系 至此电影彻底结束